出埃及记第33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和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人民要离开这里 向我曾经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萨、雅各的地区 我曾应许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我要拆派使者在你前面 我要把迦南人、亚摩利人、贺人、比利喜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赶出去 你们要上那流奶与蜜的地方去 我不与你们一同上去 因为你们是硬着景象的人民 免得我在路上把你们消灭 人民一听见这凶性就悲伤起来 也没有人穿戴装饰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是硬着景象的名 我若是煞时间与你们同行 我会把你们消灭的 所以现在你们要把你们身上的装饰脱下来 使我知道我要怎样处置你们 于是以色列人从和列山以后 就把身上的装饰脱下来 摩西一向把会幕支搭在营外 离营远些 摩西称它为会幕 凡是寻求耶和华的 就出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 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 全体的人民兜起来 个人站在自己账目的门口 望着摩西 直到他进了会幕 摩西进会幕的时候 就有云柱降下来 停在会幕门口上面 耶和华就与摩西谈话 全体的人民看见了云柱停在会幕门口上面 就兜起来 个人在自己账目的门口下拜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好像人对朋友说话一样 然后摩西回到营里去 只有他的侍从一个少年人 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 摩西对耶和华说 看你吩咐我说 把这百姓领上去 可是你却没有让我知道 你要拆派谁与我同去 只是你曾经说过 我按着你的名字认识你 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 现在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我 使我可以认识你 可以在你眼前蒙恩 也求你想到这民族是你的人民 耶和华说 我必亲自与你同去 也必给你安息 摩西对他说 你若是不亲自与我们同去 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人在什么世上可以知道 我和你的人民在你眼前蒙恩呢 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 使我和你的人民 可以和地上所有的人有分别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所说的这件事 我也要做 因为你在我眼前蒙恩 并且我按着你的名字认识了你 摩西说 求你给我看看你的荣耀 耶和华说 我要使我的一切美善都在你面前经过 并且要把我的名字耶和华 在你面前宣告出来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他又说 你不能看我的脸 因为没有人看见了我还能活着 耶和华说 看哪 我这里有个地方 你要站在磐石上 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 我要把你放在磐石系中 我要用我的手掌遮盖你 直到我过去了 然后 我要收回我的手掌 你就会看见我的背后 却不能看见我的脸